2005年,韩国将临端武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中国国内各种媒体几乎在同一时间报道了这个新闻 消息一出,举国震动,纷纷对韩国偷窃中国文化口诛笔伐 同时对中国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传统文化痛心疾首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韩国深移的端武纪是偷窃中国的端武捷吗? 端武捷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是为了纪念公元前278年5月初五在命罗河投水自尽的楚国大夫屈原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军旭旗协纪和北周宗领金楚岁石纪的记载 端武捷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别名最多的一个 有冲武捷、端阳捷、端武捷、冲武捷、丹武训 天中节、夏节、爱节、上日、五月节、昌婆节、天一节 草药节、玉兰节、五日节、地拉节、镇阳节、龙日节 粽子节、五黄节、诗人节、朵武节、谢粽节 端礼节、五月初五、五月当午等等二十多个名称 端武节的两个标志性习俗是吃粽子和赛龙粥 有得吃有得玩还有热闹看 这大概是端武捷能历经2300年一直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朝鲜半岛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国家叫姬子朝鲜 是由商周王的叔叔姬子于公元前1120年建立 据汉书《地理之》记载 姬子入朝鲜后 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 他以礼仪教化人民 又交给耕之技术 受殷商文明的影响 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 此后 朝鲜半岛政权无论如何更替 始终受到中华文明的教化和影响 所以著名那个笑话说 韩国人发明了全世界 而中国人发明了韩国人 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将灵端武器的由来 朝鲜半岛全盘照搬了中国的立法 因此根据实力变化而来中国的传统节日 朝鲜也一律照搬 韩国深移的叫江灵帮武器 其历史也较为久远 根据三世纪的中国文献《三国之中》的魏书东夷传的记载 江灵是古代的部落国家东藏的故土 东藏有祭拜天神 男女一起喝酒跳舞的名为五天的祭典 中华文明圈周边的国家要查他们以前的历史 很多时候都得在中国的古籍文献中去找 尤其是朝鲜、越南这些藩属国 就连印度要去研究古印度还要来中国看大唐西域记 后来逐渐吸收中华文化 演变成了朝鲜半岛自己的端武记 每年的五月初五 在位于朝鲜半岛太白山脉以东的江陵及周边地区 举行萨满继神仪式以敬拜山神和男女守护神 它包括传统音乐 All Dog Daddy 名歌 官奴假面具 口头叙事诗歌以及各种大众消遣活动 所以不管从节日的由来、形式、习俗等方面来看 韩国将灵端武记跟咱们的端武节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个区别也体现在其他的节日上 比如春节 虽然韩国也贴春联 但是作为藩属国他只能用白色的纸张 春联的内容很单一 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形式的对联完全没得比 还有朝鲜半岛也有武师和武龙 但是跟中国武师的威猛粗广 讲究神似、古越激昂相比 他们那个只能算是皮皮虾斗你玩 不过 韩国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变现的能力 曾几何时是删我们几条街的 孙卯被韩国改名为大木匠技术深移成功 中国节被韩国改名为韩国节深移成功 云霄节被韩国改名为燃灯节深移成功 还有很多从中国传承而来的传统文化被韩国深移 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反求诸己 我们为什么不去深移 说明我们自己对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不重视 不关心 你自己不要 还不能让人家当成宝贝攻起来 当然韩国的深移也促进了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2009年9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要求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我国履行公约缔约国义务的必要举措 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21 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项目名录 共计155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 共计3610个字项 国家级名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门类 其中五个门类的名称在2008年有所调整 并沿用至今 十大门类分别为 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 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 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任重道远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感谢观看